哈喽大家好,我是罗盛,一个专注技术交易的频道 今天这个视频我会分享一下一些值得关注的短线技术形态和短线的交易 在线货和长线方面,我的观点是维持不变的,没有更新 短线上比特币,莱特币以及一些品种出现了不错的交易信号 什么时候入场交易,怎么样入场止盈止损,我稍后会做详细的解释 现在是北京香港时间的2021年7月24号的下午3点23分 如果说你是首次观看我的视频,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第一个链接 就可以免费的进入我的电报频道 因为视频有时钥性,我会在电报里面及时的做出更新 好的,我先说一下比特币,然后再说UNI,ETC,莱特币和FIL 在比特币上,我们先看四摇图 我在上次7月14号录制视频的时候呢,就提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收敛楔形 那么我当时呢,在这个位置说,这个收敛楔形大概率呢会向上突破 但是,行情在这个位置做了窄幅震荡之后,做了一次向下突破 那这个向下突破呢,是我预期之外的,我并没有预测到会有这样的一笔向下突破 但是呢,我在这段时间的观点 中长线的观点,我都没有改变,一直是逢低买入 那么这几天的时间呢,我是处理了一些工作室上的事情 开了一个工作室 所以说呢,我搬了一个场所,然后没有网络 在这段时间呢,是没有及时的做出更新的 但是我的观点没有变 如果更新的话呢,在这个位置上也是一个买入的时机 我在这些位置上,只要不破箱体的低点 我没有让大家卖出 只是说逢低买入,对吧 但是,这个没有影响 我们继续看短线的表现 我们看一下,在短线上 四条图,我们可以看到 行情向下突破之后,并没有引起一段向下的趋势 反而又向上的触碰到了上边缘 并且向上突破 在今天的早晨向上突破 所以说呢,在这个位置上 在短线上,我们可以看到行情从这个点开始 多头是占据主导地位 如果说多头不占据主导地位的话 它不会选择突破,对吧 OK,这是四条图 我们再看日线 在日线上,我们看一下 行情在这里一路震荡下跌,阴跌 但是行情没有创造出6月22号所形成的低点 在箱体的底部附近 继续的强势反弹 出现了两根大阳线 中间有一根十四星线 那么这个是非常不错的表现 整个箱体是没有被破坏的 只是说这段时间所运行的时间比较长 那么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看到行情守住了箱体底部 那么现在看到箱体的中上部是非常合理的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更短线 看一小时图 我们看一下 行情在这个位置上是踩着一小时级别的EMA55 一小时级别的EMA55继续向上推动 那么这根均线就十分关键了 然后再看一下拉升的幅度 在这个位置上拉升的幅度是3200美金 如果说算到平台到平台的话呢 是2300美金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幅度 就是2000到3000美金的一个拉升幅度 但是呢 在这个位置上只拉升了1600美金 那么这个幅度是远远不够的 新一段拉升的幅度 不足上一段拉升幅度 是一个不太好的信号 但是呢 既然突破了阻力 它就是突破了 然后在这里呢 也可以关注到一个短线所形成的潜在的支撑线 我之前反复讲 三点才可以成一线 那两点一线呢 只能说是一个潜在的结构 后续还需要再看 那么当前短线呢 最好的表现是继续拉升 或者是横盘 最好不要下跌 小幅下跌是可以的 但是不要这样跌下来 如果这样跌下来的话呢 就非常难看了 这一笔反弹可以直接的宣告结束 所以说呢 当前位置横盘两天 或者是小幅下跌都是可以的 继续上张也可以 但是目前这个价位 就是我在当前这个价位去做单 是不会做的 我们需要关注一下 可以参考这个位置所形成的潜在支撑线 大概呢 就是再等个一天多 这是一点 然后呢就看这个EM65 一小时级别的EM65 后续再碰到这个位置 而且不能低于一小时级别的隧道 看一下表现 如果说一小时隧道低于了 那么我们就完全取消这个交易 我们上次做这个尝试呢 是在六月底 就是二十天之前 那么这次失败之后呢 我中途没有参与任何的合约交易 那么现在呢是可以根据这个信号继续的尝试 那么也就说 关注这一个潜在的支撑线 后续到这里的表现 然后呢 关注一小时级别的EM65 然后呢 止损就是放在一小时隧道的下方 不能低于一条隧道 如果低于的话 短线上就可以宣布失败了 OK 这是比特币 那么向上看呢 我们就看到箱体的中上部 但是我们不会通过一笔合约就拿到这么高 给到交易之后 我们大概先看到一个三万六左右的位置 三万七左右的位置 后续呢 再看 OK 我们看一下 优利 以太坊的话是完全跟随比特币的走势 所以说呢 不单独讲解了 看一下优利的走势 优利的反弹还是非常不错的 从底部反弹上来 也是33%的幅度了 在主流配种中 是一个非常高的拉升的幅度 看一下 在之前这个位置 所形成的两点一线的潜在压制线 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直接突破了 并没有形成三点 OK 这条可以删掉 然后在短线的上涨中呢 也是出现了一个三点一线 验证的阻力 那么后续呢 我们就可以关注一下 它回到下方这一个支撑线 或者是说 我们关注一下这条线的平行线 后续的表现 我们关注一下 优利后续到了这个平行线之后的表现 然后在均线上呢 也是踩着一小时级别的M55 那么在均线的角度上 和比特币是完全一样的 优利的价格不能低于 一小时隧道下方 如果低于的话 优利的短线也是失败的 OK 总体和比特币一样 但是比比特币强 重点关注一下 然后再看一下 LTC LTC是高度关注的品种 LTC呢 我们看一下日线 在日线上是突破了最近两个月的压制线 但是由于说这个压制的时间太长了 它并不是像这样的一个短线压制 如果说在这个位置突破的话呢 突破的时候直接入场 但是由于说这个位置时间太长了 突破之后要需要观察更大幅度突破 然后回落再去进场 我们看一下四小图 在四小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位置是 350跟四小K 那么中图验证的次数呢 也是非常多 所以说呢 这个位置不能认为它已经突破了 肉眼看到突破 但是我们需要等它更大幅度突破 然后回落 然后我们再找一个位置进场 由于说这个位置压制时间太长 极大概率突破之后会回落的 无论它突破多高 后续大概率呢 会回落到一个非常不错的位置 我们等后续回落再入场 莱特币重点关注 然后后续回落的时候呢 我们再说 中图可以参考一下其他币种 LTC呢只是保持关注 OK 等它更大幅度的突破 回落再入场 现在不着急 然后看一下ETC ETC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强势 我们看一下日线 在日线上呢 6月底是一笔非常强势的反弹 反弹的力度呢是非常高的 从平台算的话 从底部到顶部反弹了50% 反弹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这一次的音跌回测 也是回测到这个平台 总体非常强势 然后再看四条图 也是非常强势 它上涨之后是一个震荡 偏向上的一个调整 并没有回落 所以说呢 ETC保持关注 然后在一小数上看 均线也是和其他币种一样 踩着一小时级别的 燕镁55去反弹 但是目前还没有超过这个点 如果说ETC继续拉升 如果说ETC继续拉升 那么就按照这个均线组的推动 持续将行情推进 当然行情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我们到时候可能会把行情改为30分钟来操作 那后续呢 我出现之后再更新 那目前是保持对ETC的关注 最后讲一下FIL FIL呢 在日线上有水平位 日线上有水平位 日线上关注这一段时间所形成的筹码密集需 之前的阻力被突破之后 现在是支撑验证 在这个位置上呢 做了一次支撑的验证 然后呢 这个位置尝试突破新低 但是失败 刚想突破新低之后 更大的阳线守住了这个支撑 所以说呢 在日线上是有支撑验证的 然后再看一小图 一小时初上 这个位置形成了一个 向下的突破失败 或者是潜在的头肩底形态 头肩底一定是需要突破境线才成立 如果不突破境线就不成立 所以说呢 我们观察到境线是非常水平的这个价位区间 就是47.5左右 所形成的头肩底的一个境线 那么我们就可以关注 这一个影线的最高点就是47.83 那么预留一些空间就是48美金 可以挂一个突破单 如果说后续价格突破了这个位置 到了48附近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一个底部的等距 那么我们是按照底部的这个平台去计算 大概是6美金的价格 那么突破之后呢 再算6美金 大约呢 是到53.5的价格 那么突破48美金 我们可以挂一个突破单 48美金 然后回来之内就止损 止损大概呢 就是放在这一个境线之内 那么就是46美金的止损 48的突破入场 46的止损 然后上方呢 就是53附近的止盈 我们可以挂一个53.5的止盈 然后到附近 到附近之后这个范围 也就是说呢 50以上 53附近这个范围 如果说出现了停止上涨的信号 就手动平仓 这是FL的做单机会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今天所关注到的一些 值得关注的短线形态 入场的条件 止盈止损之类的 都讲得非常清楚了 OK 这是我们今天的形态 如果说 如果说你想订阅具体的 进出场通知 想要更好的 实时的解释 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 最后一个链接 可以进入我们的会员频道 在会员频道呢 我会及时的 根据行情的动态 实时分享 实时解读 以及交易的实时分享 好的 感谢你的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